你们好啊,我是板凳 今天维修的是一个床头柜的维修 希望你们学习一下 可能你刷到我这个视频 不会逗留很久,也不会点赞 以后就刷不到我了啊 我先祝你往后余生 身体健康,陌生人 当然,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建议你把我的作品都看一遍 你会发现板凳是一个不错的师傅 很多人对我说好好拍作品 不要去和别人要赞 大家会很烦 我认真地拍一个教学 可能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让你们观看 你们只需要浪费一秒钟点个赞 支持一下就好了 我有更多的动力 会出更多的教学啊 答应我这一次 所有人就顺手点一个赞 顺手 刚才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早点下班回去 我问她咋了 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让我早点回家吃饭休息 31岁了啊 不知不觉就31岁了 31年来最高兴的事情 就是在抖音上面认识了很多朋友 娱乐的同时 我分享一些我会的小技能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仅此而已 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评论区都是生日快乐 今天我可以厚着脸皮 和每一个点进我视频的人 要四个字 生日快乐吗 可以吗 不评论也没事的 不评论也没事的 祝福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 2019 身体健康 万事 有时候发个教学在抖音 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如果能看见我的教学段子 哪怕评论个句号 评论个逗号 都行啊 每次都像是石山大海 发出去没人评论 没人点赞的 我都快坚持不住了 可能作品不是很优秀 手艺不是很厉害 但是我很用心的 在拍给你们观看啊 今天维修的是个地板 希望你可以学习一下 看得见我段子的人 能不能评论一个句号 能不能评论一个逗号 可不可以 如果看到最后 觉得我修的还可以 技术还好 混得过去 就顺手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今天维修的不知道是什么 一位粉丝朋友寄来的 让我一定要用方便面修好 很多人经常私信和我说 不论我修的东西 修得再好 再漂亮 都不会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的 因为你是个普通人 说的很有道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抖音 和你们每一个人 一样的普通 我会的技能 你们不会 你们会的技能 我不会 仅此而已 你不点赞 我也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 点进这个视频的帅哥 美女 还有支持我们这种 做手艺的普通人 就浪费三秒 点个赞 评论一个支持 你的点赞和评论 就好比舞台下热烈的掌声 高昂的 呐喊赞美声 是这个世界上 据我统计 点进我视频的 一般有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呢 是刚点进来 马上就退出去了 第二呢 是点进视频以后 顺手 马上点个赞 给个小红星的 第三呢 是默默的看完 默默的退出去 不论是哪一种人 我都感谢你可以点进我的作品 陪我这几十秒 不点赞也没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做手艺的人 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不过 从我视频里面 学到东西的 一般都会点赞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只是浪费一秒钟 顺手对着手机屏幕点脸下而已 却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最后 小朋友 大朋友 记得早晚要刷牙 勤刷牙 对身体好 害怕你以后刷不到我了 我先给你拜个早年 大家好 今天维修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粉丝拿来让我修的 视频不长 一分钟 请慢慢欣赏 我知道 有些人已经退出我的作品了 不过 还是有些人在看的 可是你不一定会给我点赞 收藏 这个技术视频 我怕以后看不见你了 先给你拜个早年 有空的话 看一下我的其他作品 或许你会喜欢我的手艺 我没有太专业的拍摄设备 也没有很高的拍摄水准 更加没有打动人心的口才 也没有赏心悦目的样貌 但我非常尽力的把两个小时的维修过程 浓缩成一分钟视频将精彩呈现给你们观看 说实话 如果我是一个观众 看到一位手艺人 我会选择浪费一秒 随手给他点个赞再走 而你呢 你呢 今天维修的是皮一 一位大学生寄来的 皮一是本来就拮据的家庭 父母买给他的大学礼物 一次不小心弄破了 他很自责 家庭的确很困难 还有一个哥哥也在读书 会有很多人说 一件皮一才值多少钱 但是确实有这样贫困的家庭 我没有多想答应免费帮他修好 我没有办法经济上帮助他 但是我可以用手艺去帮助他 我经常不收费去帮助别人 不是因为我有多富有多伟大 而是希望大众看到我的视频 学习技术的同时 还能记住一点 帮助他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好 帮忙点个赞 评论一个好字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好 不用点赞 评论 大家好 今天维修的是一个吉他 我不懂音乐 不知道这样修出来 会不会影响音质 叫我维修的是一位 很好看的小姑娘 十来岁 当他问我能不能修好时 开始我说不能修 因为的确维修太麻烦了 花费了我整整五个小时时间 后来得知 他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 并且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本来就困难的家庭 不允许他再买一个吉他 这个吉他是他在垃圾堆里面捡起来的 我义无反顾的选择帮他修好 即使浪费我一天的时间 我也会帮助他 因为我想帮助他 仅此而已 有时候我们修复的不单单是一个物品 修复的可能是别人 对未来的期望 对过去的怀念 观看视频的你 可以帮忙点个赞吗 谢谢 感谢观看 一位朴实的龙民工叔叔联系我 前天休息带孩子逛商场 因为顽皮达到了音响 当营业员告诉他音响的价值的时候 他双手颤动了 整整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对于本来就贫困的家庭 犹如晴天霹雳 幸运的是 店里的营业员告诉他 老板说了 这个是出样的 修好外表 可以不用赔 并且找到了我 我当然选择去帮他修好 并且不收费 他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感谢我 因为贫困的家庭 不用支出这笔庞大的开销 可以给孩子买衣服 给家人买物品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又帮助了一个人 只是很多人总是认为 我帮助别人是假的 对我做的事情 总是冷嘲热讽 我不需要你的赞 不需要你的关注 只需要你评论 告诉我做的对 还是不对 所有人帮我评论一个 前几天收到一位 很特别的粉丝私信 她是一位食堂的洗菜工 女儿很热爱音乐 为了女儿的音乐梦 她偷偷地咬着牙 花了两个月的工资 买了一个吉他送给她的女儿 因为一次意外 女儿把吉他弄坏了 拮据的家庭 不允许她再花费两个月的收入 去买一个吉他 她女儿扭着泪 准备放弃这份爱好 她联系到我以后 我也没有多说 我说你寄过来 我给你修好 我也不会和你收费的 不是因为我有多富有 我希望可以圆一个孩子的梦 未来的音乐世界 多一位才女 仅此而已 视频的最后 希望观看的你 可以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手艺人 谢谢大家 如果不想点赞支持的 就假装支持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谢谢